在果敢同盟军的军事行动中,其经费来源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究竟是什么支持了果敢同盟军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维持了多个野战旅的日常运作? 订阅包包说历史,带你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果敢同盟军一开始打仗时,他们直接攻城拔寨,老街那边有点措手不及,或许你已经猜到。 果敢同盟军在森林里捡了个宝,老百姓对他们有些期待,觉得或许缅甸军队能来支援。 果敢同盟军一路前进,成功击退了缅军增援部队。 他们紧接着开始围攻老街,让几大家族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危险之中,而且逃跑的退路也被彻底封锁。 与此同时,国内局势也变得越发紧张,政府明确发布通缉令,果敢同盟军为此发布通告,强烈要求老街的守军投降。 果敢同盟军之所以有这笔经费,其实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能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能维持多支野战旅部队,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果敢王杨茂良在1995年被迫下台后,彭嘉生接管了果敢地区的控制权,还推出了禁毒法,并对该地区进行了经济改革。 这些举措很快让果敢经历了经济腾飞,结果老街被誉为年北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2008年后,米昂莱掌握了缅甸军队的控制权,并开始推动所谓的和解计划,实际上是要求整合缅北各地的武装力量。 然而,彭嘉生坚决拒绝了缅甸军方的整编提议。 随后,米昂莱策动了包括白城在内的一些人进行军事政变,将彭嘉生驱逐出局。 这就是所谓的八十八事件,果敢同盟军自2009年起,开始在山区展开游击站,他们选定的根据地位于著名的红岩香。 仅靠着边境线上的怒江,值得一提的是,红岩香的面积仅有36平方公里,可谓是一个相当狭小的区域。 果敢同盟军的收入,主要仰仗有限的边境贸易,勉强维持运作。 面对这一局面,同盟军的领导者彭德仁将军开始大力宣扬亮剑精神。 他时常强调,面对困境,必须敢于亮剑,打一场明智而狡猾的仗,必须有各种巧妙的策略,尤其是在实力不足,难以正面对抗的时候,更要灵活运用智慧, 采取巧妙的手段来发展自身实力,同时削弱敌人的力量。 这就是亮剑精神的核心理念,要求同盟军成员在逆境中灵活应对,善用智谋,以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哪里有很多钱,银行很多,但也不能去搞武装抢劫仰光银行。 而且,要说哪里钱多,那肯定是赌场,果敢同盟军开始进行突袭, 目标是位于缅北的赌场。 果敢同盟军不仅在赌场突袭中获得了资金,还通过地下黑市购得武器弹药,甚至雇佣了商用无人机。 这为他们在山区进行长达14年的游击战提供了支持。 果敢同盟军在战术上展现出了高超的指挥水平。 通过围攻城镇,快速进攻和山地拔点等灵活的战术,保持了对战场的掌控。 四大家族控制了果敢老街后,就开始在那里猖獗地搞各种非法勾当,比如赌博,非法交易人体器官, 还有那些骗人的电诈行为,简直是无所不作。 然后,好多来自我国东南地区的老板就带着一大堆现金跑到缅北来,买地、租场地,开始在那儿搞各种非法买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果敢同盟军的活动不仅局限于果敢地区,他们还借助缅北的第四特区进行武装训练和支援。 这一特区的重要性在于其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接壤,为果敢同盟军提供了重要的后方支援。 彭嘉生的关键作用也使得第四特区成为果敢同盟军重新崛起的关键地域。 从那时候起,一大群有着发财梦的人们就被骗到了缅北,只要是30岁以下的。 无论是男是女,在老街上都可以以30万元的价格找到买家。 老板们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亏本,因为一旦买家无法完成任务,他们就会立刻拨打电话给家属,要求赎回这些人,如果家属手头没有足够的钱。 也没关系,他们只需卖房,或者向各种借债平台借款解困。 棉碑很快聚集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人,尤其是一些发了财的老板们纷纷涌入赌场。 纵情大赌,在果敢地区,赌场业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这块大蛋糕成为黑白两道争相分食的对象。 有权势的人当时为帮派提供贷款、场地,还有合法的经营权等等,他们一起合作经营赌场和旅店,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 根据统计数据,每年果敢赌场都能轻松赚取数亿美元。果敢因其缅甸小澳门之美誉而闻名。 这个城市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由一个巨型游乐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都市。 果敢老街在这次脱胎换骨的过程中,焕发新生,从一个世纪前的小村庄,蜕变为一个充满生机,五光十色的城市。 果敢同盟军瞄准了这些堆满现金的赌场大厅,纷纷展开了突袭行动。 例如,在2017年3月,一支由100多名勇士组成的果敢同盟军突击队,悄然穿越山林。 在夜幕降临时,对老街大赌场进行了突袭。 虽然赌场内设有武装保卫,他们携带各种火器,包括步枪、冲锋枪和手枪。 但当面对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目标明确的突击队时,赌场的安保显然无法对抗。 2017年3月,果敢同盟军袭击了一家赌场,造成30多名赌场保镖伤亡。 他们成功地夺取了赌场内的现金,以及后面会计室的全部现金。 随后,当缅军和民团紧追不舍时,果敢同盟军在郊区设下埋伏,成功地对追兵进行了伏击,导致追击方伤亡惨重。 赌场里那些武装保安、铁柜子和铁门啥的,都只是为了防几个拿枪的小团伙,但碰上身经百战的突击队。 他们就跟军队攻炸碉堡似的,轻松就把保险柜炸开了。 要是有配备机枪和迫击炮的伏击部队来了,那简直就是完全不行了。 果敢同盟军有了资金,就能从瓦邦和客清控制区购买武器弹药,甚至还能买各种商用无人机。 他们甚至开始招募非果敢人加入,比如新成立的第611旅,里面大部分都不是果敢人。 果敢同盟军能够在山区进行长达14年的游击战,以一个红岩箱作为根据地。 这件事情可不是一般的容易,这次他们一开战,就牢牢地掌握住了战场的主动权。 对整个战局的把握以及对敌人动向的观察都异常精准敏锐,这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实力和战斗能力不容小觑。 果敢同盟军指挥官展现出了相当高水平的指挥技巧。 他们巧妙地采用了加强围攻主要城镇,迅速进退,为而不困,极袭迅猛,在山地迅速建立据点等战术,果敢同盟军的无人机和军火啥的。 你知道吗? 这世上有一个地方叫黑市,里头什么都有,而且全球都给你邮寄,还支持货到付款和分期付款。 最近卖家增多,一些商家也跟着搞双十一促销。 随便一折两折的都在抛售,还搞起了买一送一,打包清仓的活动,真是像缅甸的林子养人一样,不仅仅是培养了一帮面色红润的年轻人。 国敢同盟军如今只剩下红颜湘这一处势力较为明显的地方,实际上,善邦第四特区才是关键所在,第四特区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相邻,边界线长达288、5公里,值得一提的是,林明贤曾在六十年代作为知青参与免贡的历史,并于1987年晋升为免贡总书记,更是彭嘉生的女婿, 通过利用第四特区,各方都有机会重新对国敢同盟军进行培训和武装。 缅甸的军方和四大家族肯定不想看到国敢同盟军回来,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四大家族的崩溃,同时也标志着北胆帮自治区的开端,因此,他们必定会拼命反击,这是无法避免的。 综合来看,国敢同盟军的经费主要来自于赌场突袭、边境贸易以及地下黑市的运作,这些活动为他们提供了资金、武器和后勤支持,使他们得以在复杂的地势中游击抵抗多年。 国敢同盟军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其经济手段,还体现在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巧妙操控。 在国敢地区,四大家族的控制使得非法产业繁荣,而国敢同盟军通过与这些家族的合作或渗透,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复杂的地方政治网络。 他们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武力保障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国敢同盟军还善于运用宣传手段,将亮剑精神融入军队文化之中。 这种强调灵活应变,善用策略的理念,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整体素质,也为他们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权,提供了有力支持。 国敢同盟军的指挥官在实战中展现出的高超战术水平,使他们成为缅北地区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 赌场突袭不仅为国敢同盟军提供了资金,也显示了他们的决心和胆识。 通过在夜间穿越山林,国敢同盟军展现了他们对地形的精准把握和对敌人行动的迅速反应。 这种高效的军事行动使得他们在军事冲突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将对手逼入被动。 最终,国敢同盟军的成功还离不开地方社会的支持,在国敢地区,由于四大家族的垄断,地方居民长期受到经济剥削,社会秩序混乱,国敢同盟军通过对非法产业的控制。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赢得了一部分民心,这种地方社会基础的支持为国敢同盟军提供了持续的招兵买马和资源保障。 因此,国敢同盟军的崛起既是一场经济变革的产物,也是对当地政治格局的巧妙利用。 他们通过与地方家族的合作、赌场突袭和对地方社会的宣传,成功地在缅北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而有利的势力,展现了在复杂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智慧。 国敢同盟军在缅北地区的崛起不仅仅是军事行动的结果,更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深度互动。 他们善于利用地方的政治脆弱性,深入社会各个层面,从而获得了不断壮大的支持和资源。 彭嘉生在国敢地区的控制并非是孤立的,他借助了当地特殊的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网络。 国敢地区长期受制于少数族群和家族的控制,形成了高度分散的权力结构。 而国敢同盟军正是通过巧妙地渗透这些权力节点,获取了在地方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席之地。 除了军事实力的表现,国敢同盟军还巧妙地利用了媒体和宣传手段。 他们通过传播亮剑精神,强调军队的灵活应变和战略智慧。 这种宣传不仅提高了军队士气,也为他们在地方社会中树立了一种积极的形象。 在国敢地区,由于长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落后,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 国敢同盟军正式利用了这一点,通过改善一部分民众的生活状况,对非法产业的控制,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支持。 他们成为了一些民众眼中的解放者,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 综合来看, 国敢同盟军的兴起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在军事上展现出的技巧和战略,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灵活运用,以及对当地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都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 他们的崛起,不仅仅是对政治权利的挑战,更是对传统权利结构的重新定义和塑造。